这一支绿绿的青蛙免英币 居然才花几天的时间 就冲到了加密货币市值前一百大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到底凭什么 看完今天这一集呢 你就会懂这个青蛙币 啪啪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 他的背景有多硬又为什么红呢 他凭什么涨 现在还值得进场吗 然后我会告诉你 人性有哪一些特性 会让人家手指头管不住 忍不住想要买免英币 最后告诉你我对于这个币的真实想法 哈喽我是Bonnie 有买佩佩币的请在留言区打个举手 没买佩佩币的人呢 来给佩佩娃抱一下 因为你最近可能在推特上面看到 大家都赚超多钱啊 所以呢心里可能会不是滋味 如果你不是很理解名 那名基本上就是 原本的素材再次创造 制造出这种好笑啊 有趣又容易理解的梗图 或者是有梗的这种影片 你一看这个名图呢 你就会立刻了解 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比如说开心的佩佩啊 担心的佩佩 生气的佩佩 充满信心的佩佩 伤心的 骄傲的 甚至他还可以当作取暖图 去安慰人家 跟人家说 我完全理解你啊 反正呢什么情况 什么情绪 你都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通常这个名图跟梗图的制作都不是很精细 通常都是很故意的 故意很随意的感觉 因为它代表就是一个网络文化 这个网络文化的特性呢 就是完美契合 Crypto币圈的调调 所以你在各个币圈消息 或者是文章里面 你都会看到这个青蛙的身影 好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 请你放这一支影片按个赞 佩佩跟我都会非常感谢你 网络上边疯传各种 Pepe突然报复的这个钱包地址啊 靠着Pepe啊 这个身价突然涨了上亿台币 现在最出名的呢 是这三个钱包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Pepe 巨金啊 在十几天前呢 用当时一颗 两千一百美元的以太币 在Uniswap上面呢 买了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亿颗的Pepe 也就是五兆多颗 4月24号 Pepe币价往上冲了 于是呢 他就用这个领头 210亿颗的Pepe 换成了3.5颗的以太币 之后呢 他又把34000亿颗的Pepe 换成925颗以太币 这张几天呢 来回进账了927颗以太币 而且他手上呢 还是持有两兆颗的Pepe 目前价值也是好几百万美金啊 好几千万台币 第二个这个Pepe金鱼呢 投资了价值251美元 他买了6兆颗的Pepe 短暂持有之后呢 就用2兆颗卖掉 换成560颗以太币 8000块台币啊 赚到3000多万的这个故事 而且呢 他手上还有价值237万美元的 4兆颗Pepe代币啊 如果用现在露营的市场价格呢 这一波的操作啊 他获利了567万美元 等于1亿7千万台币啊 第三个所谓这个Smart Money 聪明的资金 投了4800美金 买了4兆多颗Pepe币 得到了247万美元的利润 反正你大家就可以了解 这民营币突然飙高了这个威力 不过呢 这个币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称啊 这个代币的背后发行团队是匿名的 而且呢 发行之前几天才突然出现在Twitter上面 2023年的4月啊 而且他背后没有实际的这个用途支撑啊 全部的迹象都告诉你说风险很大 因为平常研究项目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铃声啊 有警觉 你一看到这个就是铃声大作的所有特质他都有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啊 他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哎答案就是呢 他就是一个迷因币的状况 还有媒体跟Twitter上面 大家好像动不动就是几十几百万美金在进账 大家要赚很多钱啊 但是你去看Uniswap啊 这个流动性是370万美金 所以你算一算啊 几只手上握有大量Pepe币的大钱包 大金鱼 如果都出来都不玩了 那散户的Pepe在这里可能就会卡住了 以上呢 是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再我们来聊一下Pepe他本人啊 他自己自称呢 他是 现存最迷因的迷因币 这个币的口号呢 就是说 意思可以被解释成说 称霸迷因市场很久的这个狗狗币 霸权准备要被淘汰了 或者是说呢 加密货币市场残淡的日子要结束了 准备冲哦 Pepe币没有预售 就是他没有先筹募资金 没有先试水文 他的总供应量呢 是420兆克啊 这个数字呢 420也有一点点梗 他代表的就是大麻 至于这币币怎么分配呢 里面93.1%的币呢 被打到Uniswap的这个资金流动性里面 然后6.9%的币币 放在多重钱包里面 这个6.9%币币 会用在之后的这个中心化交易所上市啊 或是跨链桥 或者是这个流动资金池 比较重要是他们官方宣布说呢 我们放弃合约的权限 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们不会捐款跑走 不会rug破 这一点让很多人觉得 是比较有诚意的啊 但是这不代表 距今没办法大量出货 让价格崩跌哦 关于风险呢 我还要再提一件事情 Twitter上面最近很多发文诈骗说要透过哪一个网址连结钱包 说什么PayPay官方说他们要空投 PayPay官方没有空投 请不要点进任何莫名其妙的这个发文连结啊 很多诈骗呢 会借由你可能网址打错啦 或者是没看清楚网址就点进去 连你的钱包然后骗你的钱啊 所以你如果要看官网 我建议大家是用这个CoinGecko 或者是像CoinMarketCap这样的网站 从他们这边进去官网 会比直接Google搜寻还要来的安全 因为毕竟PayPay这个官网呢 也是非常新的东西 PayPay娃呢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角色 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啦 制作出这个可爱又厚脸皮角色的人呢 叫做Matt Fury 他刚开始是把他的作品叫做 Boy's Club男孩俱乐部 贴在这个社群平台MySpace里面 隔了一年之后呢 这个Boy's Club的漫画出版 但是当时呢没有造成很夸张的红豆 直到2008年呢 贴图讨论版4chan上面呢 有人把这一个漫画上传上去 就是PayPay上厕所的时候 会把裤子拉到很低 低到放在地板上 然后有一次他上厕所呢 不小心就被人家看到了 之后有人就问PayPay娃说 PayPay娃说 Feels good man 感觉很棒啊老兄 就这样一句话 这个Feels good man就变成 啊老子不管 我单纯就觉得很爽 这样的意思 网络上面就开始有很多人用这个图吧 把这句话跟各种的这个图连结 原本单纯开玩笑的这个图呢 到了2016年啊 美国大选期间变掉了 当时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 PayPay娃这个角色呢 被人家利用 变成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啊 跟仇恨的这个象征 原创作者当时也被质疑说 他是不是参与在其中 这下子这个原创作者啊不开心了 所以2017年 他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决定要让这个角色死掉 BBC呢也帮这个故事做了一个纪录片 在这个之后呢 PayPay娃的形象又慢慢的回到原本这种 无所谓啊 不care的这个代表啦 好我们回到加密货币的话题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PayPayB呢 其实跟很多其他发行的民营币一样 PayPayB的发行跟原本的创作者 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PayPay的官网上面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内容是极其简单啊 太夸张了 基本上就是跟青蛙本人一样 无所谓 不在乎 don't care 连大家平常研究项目的时候 最注重的roadmap 就是发展的路线图啊 也就这样而已啊 第一个阶段呢 要达到一千个持有者 然后要上推特的这个热门关键字 第二阶段呢 要上一些二线的交易所 这些列出的目标呢 目前都差不多达到了 但是你要注意看啊 他的第三阶段说 他要上一线的交易所 所以你觉得一线交易所有谁呢 很多人会想说 诶难道他们想要上币安吗 I don't know 不过呢 刚刚发生了一件很耐人 寻味的事情 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的创办人CZ 在5月1号 在Twitter上面呢 参加了一场问答 有一个Twitter的发问者啊 他就说呢 CZ说啊 他们上架币的流程呢 他自己不会亲身参与 也不会评论特定一种币 但是如果有一个币呢 是用户很想要的 大家很想交易的 在其他已经上架的交易所 表现也很好 那他的团队审核也OK 那他就有可能会上这个币啊 虽然他没有指名到 任何一种币啊 但当时我看这个 其他交易所的 陪陪币价是一路往上 所以应该很多人觉得 哇有希望哦 当然最后还是跌下来了 不过我在这里 稍微鸡婆擦嘴提醒一下 很多人在 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心态上面 会有一个误区 因为你在这种时候呢 只会想要听 你想要听到的事情 至于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消息 到底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或者是说 根本不需要解读 它不是个消息 这就是各自解读啦 迷因币呢 他如果背后就是社群支撑 没有真正实际的用途啊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想要买单呢 第一个是因为呢 迷因他结合了网路的文化 他讲了一个网路上的人 都听得懂的语言啊 一个有情绪连结的语言 如果你一直有关注推特 你就会发现 币圈有关的推文里面 常常出现这一只青蛙 币圈很有名的名人 Arthur Hayes 这个币圈大富豪啊 他每一次发文 都有这一只 大家一看呢 就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二个是 迷因币的逻辑很简单啊 平常这些币币背后 都会有什么 子压啊 锁仓这些运用 迷因币都没有 这种复杂的什么 Tokenomics 代币经济学 也没有 游戏规则非常清楚 很简单 就是跟着大家的情绪啊 大家追高就涨 高到一定程度 大家就出货下跌 你就是在跟一群人 玩心理游戏啊 就这样而已 第三呢 是迷因币的币价 通常都是0.000000多少 单价极低啊 意思就是说呢 我心态上面可能觉得 一颗三万块钱 美金的比特币 我买不了 买不起 但是我可以用一杯饮料的 饮料钱 就可以买到 几千万颗的迷因币啊 这数字我看起来 心里就是爽 Feels good man 理解吗 第四就是想要 报复的心情啊 就是搭FOMO追高 比如说某某人 才花了几百块钱美金 就在七天之内 翻到千万百万 拜托 这几百块钱美金 我也出得起好不好 虽然比特币呢 可能成就了很多富豪啊 但是呢 他们这些富豪 进场可能很少 现在主流币 这种价位啊 再怎么翻 都很难有机会 达到迷因币 这种几百几千倍的涨幅啊 关于这种充迷因币呢 或者是充小币的心态 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支影片 你应该会得到一些心得 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也会放在这一支影片的最后面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OK 现在要分享我自己 真实心里的想法啊 我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我绝对不会建议你 去充这种风险这么高的币 基本上呢 会充这种币的人 你应该心知肚明 他就是赌博啊 如果有任何分析告诉你说 他除了有一个这个 社群的信念跟情绪之外呢 目前有什么价值支撑的话呢 很可能他就是在骗你 但话说回来呢 这里面呢 有很多人赚到钱 所以应该是说呢 你如果真的受不了想要玩 那你要衡量一下 你弄丢多少钱 对你来说是不痛不痒的 你用消钱 这种娱乐的心情去玩 很多人在这上面 赌一个什么 人生几天之内 要翻身啊 我只能说呢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因为真正成功做到 迷因币翻身的人 实在少之右少 你可能看到一个地址 他在这个迷因币上面 赚了好多好多钱 但你没有看到他可能 撒在好多好多迷因币上面 不只是这一个 如果你到现在呢 还是看不太懂迷因 建议大家多多上Twitter 去看币圈 大家都在聊什么 你花一段时间 去了解这个文化 再去等下一个迷因币也行啊 PayPay呢 他绝对不会是 最后一个爆炸的迷因币 所以如果这一次涨幅你没有跟到 千万不要觉得失望 至于他接下来还会不会涨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欢迎你把你的观察跟想法 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 如果PayPay呢 有更多最新的讯息 我也会继续分享 最后要请你做什么投资呢 都要考虑到风险 风险 风险 很重要 OK 我们在币圈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